字幕提供 又來到港式足球術語第二集的時間 相信大家看完上一集都覺得不夠猴 聽說今天Woodman也準備了很多足球知識給大家 沒錯 今天依然有我Woodman和Lick仔 關於防守組織 甚至乎是另類的戰術術語 Woodman 踢港超來說你也很有經驗 一點點吧 踢球有時難免有些碰撞 有些踢法比較粗野的球員經常被人指出收山腳 那收山腳是怎樣 是呀Lick仔 收山腳都遇到 尤其是街場 其實就是指防守球員在攔截的時候 瞄人瞄球的 斬著人來踢 輕則受傷離場 重則真是分分鐘結束球員生涯 這些就是收山腳 講到英超史上一個很出名的收山腳 就要講一下現時效力曼城的前鋒 夏蘭特的老爸艾菲夏蘭特 一場比賽是2001年曼徹斯特打比戰 曼聯的堅尼這一腳真是堅尼的 他兜腳瞄著曼城的艾菲 那隻右腳膝頭過一踢過去 即時紅擺出場了 艾菲夏蘭特手術之後 其實他的傷環一直都沒有好轉 那就真的收了衣服 退出球壇 江湖傳聞還說 這件事令他的兒子夏蘭特 就是這樣和曼聯有些恩怨 那如果我又不想出收山腳 但又想凶狠些咪下去要怎樣 很簡單的 炒碟芥蘭 其實炒芥蘭也是粗野蘭自己的一個術語 聽說是阿叔林尚義說的 意思其實是看著 小腿上吹吹吹這個位置 一下咪下去 是不是這裡 是啊 就是這裡 謝謝大家 在球壇上粗野踢法的球員 不得不提一定是殺人王祖爾巴頓 他殺人就殺得多了 這次是看看他怎樣被人殺 2016年蘇格蘭超級聯賽的一場賽事 格拉斯哥流浪對基爾馬洛克 祖爾巴頓傳出皮球之後 被泰萊一招炒芥蘭一夜剷下去 哇 飽了 這樣剷法真的一定是紅牌 尼仔 最近歐國杯有沒有贏錢 唯一一場這樣 A組小租賽瑞士對蘇格蘭 一球的這遠球令到他半場追平1比1 那時候半大馬上收錢 還未算 醫院球 醫院球其實就是回傳的時候發生的 隊友傳球傳得太差 半斤坑的球又不知傳給誰 大家一起爭吃 爭飯吃 這樣撞在一起炒一碟 那就入醫院 對啦 對方還會乘機攔截到 醫院球真的很危險 的確是的 好 大家看看這場歐國杯的A組小組賽 就是瑞士對蘇格蘭 黑衣的蘇格蘭一個回傳 不撒不吊 完全不到位 反應得來 已經被瑞士搶了球 跟手再得分 追平1比1 馬會戶口同時得分 拿回幾元 百多元 好了 講完這些防守術語 不如我們又講一下門將的術語 好 門將一失誤 很容易被人放得很大 所以其實有很多諷刺他們的術語 其中一個就是彈皮靶 即是門將想接著球 但是彈走了 跟手有時還會彈到網 這些叫彈琵琶 那我為何不彈結他呢 握法不同 琵琶抱著抱著來握 就好像抱著球 結他不同 結他浪在大腿上是這樣的 但結他也可以這樣彈 彈琵琶其中一個例子 可以講到2023年的二甲 薩斯索羅對陣祖雲達斯 這一球禁區軟石 門將施折斯尼想接著 誰知道彈地再跟手彈迷入網 這一球也是經典的彈琵琶 你一個門將失誤的情況 就是想蹲下接球的時候 那個球在腹浪底穿過去 你猜猜是甚麼 這個很深啊 我不懂的 你說的我知道 看片說 其中一個柯彈的例子 可以講講這場 石飛聯對陣尼蜜浦 是這一球禁區外的一腳軟石 門將癲恩軒阿神 本身是打算接著球 誰知道在腹浪裡滾了過去 在後面看 就好像一個屁股滾了彈出來 就叫做柯彈 所謂無三不成幾 剛才我講了兩個龍門術語 講完第三個 第三個龍門失誤的術語 叫做牛油手 這個字英文也有 叫做Butterfinger 意思就是本應接實球的狀態之下 對手好像擦牛油那樣 滾了球入網 這叫做牛油手 歡迎來到2012年歐霸杯資格賽 這一場是利物浦對黑師 禁區外的這一腳軟石 利物浦門將蓮娜 本身打算實食武師牙 接實他 但是竟然這個時候滾手 這樣滾了球入網 這個也是牛油手的經典例子 說完防守不如我們說一下足球戰術 你知道有什麼足球戰術嗎 你先說吧 你先說我問你 你先說完我就說了 你還不接下去嗎 傳傳一下 這樣傳到什麼時候 傳傳一下入球了 是的 這個也是一個足球戰術 叫做Tiki Tucker 即是透過短傳和走位 一路推進 推到入球的一種足球風格 話說2006年世界盃 一個羅馬尼亞旁術員 就用Tiki Tucker來形容這個戰術 Tiki Tucker是一個西班牙文的異聲詞 即是形容不斷傳球發出來的聲音 T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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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說就是猜到你暈 大家看看這場歐聯賽事 王馬對戰巴塞羅蘭 斯朗就像一個獵物一樣 進入了一個Tiki Tucker的獵人圈套 不斷傳他就不斷追 最後發脾氣 徒手教訓了空氣一下 球王生氣了 當年這個戰術真是公無不克 地上最強的稱號就是這樣 嘩 你說到Tiki Tucker剛勁 真的要找紅毛麗封住龍門才贏 紅毛麗留給你封其他東西 我們拍巴士就行了 那麼新穎? 單層還是雙層? 你也是單層雙層 是戰術來的 我想問紅毛麗還可以封其他東西 其實有一招是專針對巴塞Tiki Tucker的戰術 就是出自摩連奴所執教的車路士 在2011年歐聯淘淘汰賽階段的時候 車路士領先一球的情況下 馬上全隊死守 塞在禁區 完全放棄進攻的意欲 總之有省死就沒有入球 最後真的被他首度圓場 贏1比0 之後外國媒體形容這個戰術叫做 拍大巴士 所以就叫做拍大巴 事後巴迷氣到他死 說他們勝之不武 所以就出現了 怎樣才算贏巴塞的潮民 我也有看 不可以扭過尾斯 幫隊伍你沒有看吧 沒有 做甚麼?你閃眼挑釁嗎? 不是 我在計算一秒可以斬幾下 你這個勾斬哪裏可以 要跟進 說到勾斬其實都是足球戰術 有一對球叫做晚聯 在勾斬領隊莫耶斯的帶領下 有一次對富咸 一場球錄得81次底線全中 這種勾斬戰術就被稱為 蕭美足球 就是這場球了 莫耶斯就是採取9981勾斬戰術 每次都是兩邊斬入禁區 他完全不管禁區有沒有自己有 總之先斬過去 不可以再斬 他又斬了 這件事 指稱路斬中朝 亦成為中球迷茶餘飯後的話題 蕭仔 一對球11個人 門將前面那10個球員的陣式 我們會用數字來表示 例如442 433 而剛才說的車路士拍大巴戰術 就是901 還有一個特別的陣式 叫做4424 有沒有聽過 還有四個去一邊 你先坐下 我慢慢就解釋給你聽 那四個其實是主球證 兩個旁證 和第四球證 這個陣式是一個氣稱 就是球迷看球的時候 他們覺得球證不公平 偏幫一對 所以就說他們的陣式是多了四個人 被人形容得最多4424的球隊 我馬上就想起曼聯 在費格信年代的曼聯 經常出現過場的保時時間 又剛好被保時進入球 一群反慢的球迷就覺得球證偏幫 這些擺明是4424 各位家庭觀眾 希望你們正在用的 就不是北京電視機 為甚麼北京電視機 我們去片講一下 事源就是2009年車路士對巴塞羅拿的這場賽事 賽事中球證作出多次的爭議性判決 例如手球也不理 道巴禁區被侵犯又不理 種種的判決 間接導致車路士出局 完場之後 車路士前鋒道巴很生氣地 對鏡頭說了一句 Fucking Disgrace 聽起來就好像廣東話的諧音 北京電視機 於是就成為了經典的場面 據消息透露 北京電視機的消情 還因為這件事而提升 Evilman 看你的頭五眼六色 流流流流流 有些下流賤格的感覺 我知道你想說風流 其實足球術語裡有一個叫風流球 但就不是說球員流流流流 五眼六色 而是說他們踢球踢得好像上班 贏輸也沒有所謂 這些叫風流球 我又想起一場風流球 那個人攬了頸 說的是這場坤士帕流浪對曼城的比賽 曼城在這場賽事裡 最後階段3比2擊敗坤士帕流浪 在意得失球差就壓過了萬元 奪得英超冠軍 坤士帕流浪已經保證不用降班 輸了也沒所謂 總之下季任由得繼續留的英超踢就行了 尤其是這個坤士帕流浪的前鋒迪奧夫 賽後跟對方攬頭攬計 不說就以為他贏了英超冠軍 多風流 和你差不多 世事難料 足球術語裡原來開氣水 都是一種說法 就是說觀眾不斷在哼 哼 哼 不是英文 哼 歡迎各位球迷來收看這場2010年的歐聯賽事 曼聯主場對戰拜仁慕尼克 本身曼聯球迷已經嗅足拜仁全場 偏偏被諾斌在這時候入球世界球 嘩 他這樣慶祝還不嗅爆他 開幾罐汽水來嗅一嗅 我們這次請來人類肢體言語分析師來分析慶足動作 這個動作很明顯 但跟球迷說 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嘩 是入了球 在你的主場入了一顆球 亦出了一顆球 帳 大份帳 好 麻煩這位人類肢體言語分析師的分析 好 滴仔 去到尾聲了 我們還有一位同事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阿拉伯的經歷 好 我們現在賭給他了 是 何輝 有甚麼看到 嘩 很大風 阿拉伯大風 多沙塵 是呀 阿滴 嘩 好大風 真是黃馬球員 那關於這個 不只是我的經歷 香港球迷都應該聽過了 就是 你老母是呀 是呀 是呀 技術問題我們先回床 這個說話其實是出自一個 的足球評述員 經過我們認真追查這句說話 其實他譯回來的意思 中文譯回來就是 可以回去睡 所以我們推斷 他想表達黃馬贏球 可以今晚回去 安心睡覺 沒錯 這個時候我們就和大家揭曉 上集 賀連宋 Go House的有獎問答遊戲的答案 問題就是問 今屆歐國杯八強 英格蘭對瑞士 究竟哪隊可以順利晉級四強呢 沒錯 那麼螢光幕這位朋友 恭喜你了 你是可以得到 就是格物送出的 進寶足夠 Go House 價值呢 就是110元 我們也會有專人通知 來領獎 好了 下星期我們繼續有精彩的 冷知識送相 410元 我會否則 exports給大家 可愛 或者不可 respir 我們是不是 既然有報酬 都可以拍照 我們請坐 我們嘉賓 我們先拍照 我們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